好 那接下来 接下来我就要去再强调讲一下 就是说像这样一件事情 很多人他会希望做那个监测器 监测的一个机制 什么叫监测的机制 举例来说 我不晓得各位了不了解 像例如说急诊 他病人进来 他就想要赶快去看到他几个重要指标 他的一个生命状态 然后赶快先去监控 举例来说心跳多少 那个收缩压多少 然后舒张压多少 类似像这样子 还有像例如说台风来的时候 气象局是不是要去侦测 就是他的路线还有风速的强弱 这都是要及时监测 那相对的请问一下 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你觉不觉得当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我们通常监测的情形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知道大致上 大致上在这个过程间 这个过程是不是都维持在20个百万 就是个月的表现大概维持在20个百万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是说当今天这个值增加 请问增加到27个百万的时候 要不要有一个提醒 好假设你觉得说超过那个25% 你就应该有一个提醒的机制了 这就是监测 那甚至超过50% 是要另外一种的一个提醒 甚至超过100% 又要有另外一个提醒 可以吗 就是去把那个提醒分成不同等级 这都是所谓的监测 所以我现在就要讲监测这件事了 首先我这边提提了两个做法 第一个做法就是你必须要学会 它跟前一期的比较 可以吗 就是你看这边是我的时间 因为我有个月的进口的值 那请问你可不可以算出来 可不可以算出来他的前一年同月份 也就是他所谓这边所指的前期 前期你知道前期在比什么吗 对不起 前期的定义就是一年前的这个时候 这叫前期 可是还有一种前期是指上个月 就是我这个月跟上个月的比 可以了解 所以我这一个图在画的是 就是前一年的同期 我这个图画的是跟上个月 不对 应该是说跟那个没有发生这件事来去做比 那至于说跟上个月 你们就自己回去再思考一下怎么做 就是这个月 例如说好了 这个二月跟一月来去比 对不对 所以这边看到它是进口衰退 这边是进口衰退 这边看到是进口成长 进口衰退 进口成长 进口衰退 可以吗 那通常 通常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这边有一个顺差比 贸易顺差比 反正一个上去 一个就下来 你知道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吗 就是一期进口顺差 一期就会进口衰退 听得懂的意思了 大致上会变成是这个样子比 所以我觉得 那个比法就比较 没有像同期那么有意义